幸福花第十二回 天龙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江叔叔 输血的事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知道的 有很多人 我助手灵医生 护士长卓家 还有 是美莲跟她 拿这些血绿的炎 我想见美莲 好 不过今天不行 美莲当中班的还没回 你可以去找Sister Lee 谈一下 她当早班还没走 灵医生都在 你想不想见一下她 我个个都要见 那好吧 我叫白姑娘带你去 张叔叔 我有件事要问你的 那你问吧 想问什么就管问 是不是你提議用刺激的方法 令我恢复行动 当时谁个赞成 谁个反对 是 是我的主意 当时除了翠狐 个个都反对 翠狐一向都很柔顺 没有主见 但是那次她很坚持 几乎跟你妈妈 拗起上来 事后我都后悔 我都和翠狐 聊过 假如你恢复行动 你也未必会要她 但是当时她真的很坚决 她宁愿被你遗弃 都希望你康复 她深信你坐轮椅上 永远都不会快乐 她为了爱你 就下定牺牲的决心 张叔叔 天佬 翠狐一而再再而三 在死神掌中抢你回来 她的真诚 真的很难得 你应该好好珍惜这份爱 天佬 对不起 我今天才回来 不要开灯 你看 今晚的月光多美 你在这儿欣赏月色 我不骚扰你了 你要去哪儿 我去服侍老爷 准备开饭 不用去了 我已经吩咐了贵叔 告诉妈妈 我们今晚不吃饭 我们 我和你都不吃饭 先关门好吗 但你老爷他 不用管他 你是嫁给我 又不是嫁给他 你是不是说有话跟我说 来 坐过来 我 我们今天一定要长长细细 谈得清清楚楚为止 好 给你 这只戒指不是我以前给Gigi的吗 我叫你扔掉它 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你留下它干什么 当然是有原因 这只针石戒指值十万银 扔掉它太浪费了 而且 我早就猜到 这只戒指始终有一天会合用 留下它 让你送回Gigi 为什么要送给他 这些又不是普通礼物 我给你 是等你再向Gigi求婚 你 或者 他还会生气的 但是 念在你一片苦心保留这只戒指 说不定他会原谅你 我得到什么 我得到什么 旁徨 恐惧 孤直 绝望 我再这样下去 我会有多少收莫 万分之一 真的对不起 我要你受了很多苦 我不怕受苦 我只是不忍心剥夺你的幸福 我知道你还是不可以忘记屎小姐 一直到今天 你还是爱他 既然你们相爱 为什么我要在你们中间 为什么要你每天 和一个你不爱的人生活 你一定会很讨厌 很难受 我知道你很爱我 为什么你要退出 是不是你以后都不爱我呢 真正爱一个人 是要他快乐 你和我结婚几个月 你快不快乐 你有没有忘记屎小姐 爱情不是渐游 我们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沟通 因为屎小姐分开了我们 天龙 只要你和屎小姐得到幸福 我是甘愿被你遗弃 你有没有想过 或者你能够感动我 为什么你不切发尝试一下呢 没用 我试过很多次 如果你想要的 我明天一早就走 然后我们去办分居手组 我不相信你愿意离开我 护士长说得很对 你好伟大 而我因为有了你 我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来 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你 我现在才发觉 你生得很美 雙眼又大 你的样子很甜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很丑样 我比不上猪子 从今天开始 我和你都不准提起她 如果我提起她的名字 罚我自己刮自己一巴掌 如果你提起她 就罚你疼我 怎么样 同不同意 同意就勾一下手指 来 天龙 你干什么 你受了什么刺激 你是不是不舒服 傻了 你以为我发神经 不是 我只不过上了一课 我整个人聪明了 上了一课 我看了一本书 见过很多人 他们令到我知道 真正的爱情千万不要放弃 你 是不是我的日记 是 我整本都看过了 那你现在明白 我不是发神经 其实我现在是最清醒 以前我一直都是这么糊涂 浪费了大好时光 是你令到我茅塞顿开 你所写的日记 太令我感动 我 我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 我也有良知 你对我真情真意 令到我又感动又惭愧 我敬佩你 我会珍惜你给我的爱 而我也会用爱去报答你 你爱我 当然了 爱情是应该互相交流的 何况我身体里面 有你给我的血 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怎么会不爱你 或者最初的时候 反应不会很强烈 但是只要你给我时间 总有一天 我会像你爱我那样爱你 天龙 你相信我 我会用我一世人的时间 去弥补你过去一切的损失 我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丈夫 我会做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崔湖 你醒了没有 崔湖 崔湖 醒了 你刚才去哪里 我起床服侍老爷 又是老爷 你到底是嫁给我 还是嫁给老爷呢 我现在严重警告你 从今天开始 你是我正正式式的太太 你全天的时间都是属于我的 除了我之外 不准你服侍其他人 知道了 现在我要罚你了 你 罚你疼我了 不行 这么随便怎么办呢 我要你认真一点 要马拉松识的 来 不准 我就是要你制 不准 原来你今天比昨天更漂亮 哪里漂亮 我常常都这么丑样的 谁说我老婆丑样的 我老婆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 漂亮 漂亮不漂亮的 那个女人 哪个女人 你真是瘋的 明知我说谁了 特意吞我 说我名字出来 想罚我 想不到你都这么聪明 当然了 你以为我是笨猪 快点起床 大少爷 就快十点了 到底上不上班 我今天哪里都不去 我要留在家陪新娘 来 过来 我忘了告诉你 妈妈要跟你算账 干什么 昨天他带我去医院检查 是不是医生说你没有弟弟生 你放心 就算你不生弟弟 我也不会立妾 除了我太太之外 我绝对不会和其他女人亲热 行不行 你是不是躲在里面 喂 是妈妈的声音 我开门先 妈妈早晨 还没起床 快点天黑了 早晨了妈妈 我今天想休息 不上班 不上班也好 反正我也有些说话 要跟你说清说楚 你不要死蛇烂船地睡 起床呀 起床呀 我有说话跟你说 妈妈你真的不通气 妈妈当然不通气 这个世界上只有支支一个罪魔人 你说什么都行 不过不要提起他 为什么不提 你帮我罵他 我就是要罵 是支支迷成你这样的 现在你清清楚楚 老老实实地说给我知道 翠狐嫁了给你就快一百天了 昨天我和翠狐去医生的说检查 妈妈 昨天是怎么和今天呢 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同了 老婆 我去煮早餐给天龙吃了 你出去也好 不过你不用煮早餐给他吃的 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丈夫来的 翠狐 你不要去那么久 我还有东西跟你说的 不是 走吧 走吧 不要在我面前做戏了 翠狐有什么对不起你 你要这么冷落他 我们是进行刷婚 刷婚 什么刷婚 人家那些新潮男女 就流行试婚 试婚就是同居先 笑过不满意就分手 刷婚就是要观察一段时期 我们结婚之后 大家都清楚对方了 认为适合了 于是刷婚期不满 昨晚开始 我们就是静静色色的夫妇了 鬼话连篇 简直豈有此理 我几十岁人 根本都没听过 有刷婚这回事的 妈咪 我今天要休息 你让我静一点都不行 行 不过三天之后 你要答复我 你准备如何处理翠狐 行了 三天就三天了 翠狐 你躲到哪儿了 我吃不了 爹地 我吃不了 不要 我吃不了 或者是什么 我吃不了 那儿了 你准备到哪儿了 我的天啊 我吃不能是不是 大嫂,你為甚麼現在才出來? 你不記得你要做的事嗎? 還要我們在這裡等你,你躲在哪裡? 爸爸,翠弘要服侍我嘛 大嫂,我的醬油呢? 行了 爸爸 你不用拿?大嫂,你坐在這裡幹甚麼? 對了,翠弘,你坐在這裡幹甚麼? 甚麼?還不吃飯?那些菜都凍掉了 對不起,爸爸,我還要替你拿辣椒醬毛巾 喂,大嫂幹甚麼?這些事是他做的 是我不讓他做的,因為我已經想過了 爸爸要翠弘做的事,是因為你疼他 我是你的兒子,你怎可以只疼他不疼我呢? 你又說那些工人操手操腳,不懂做事 翠弘說頭聖美 其實我比他更聰明,所以我不讓他專利 我都要做 我會記住的,你還要胡椒粉 毛巾,牙籤,熱茶 還要半個橙 一個蘋果就要切開綠粉 要批皮的 吃完水果之後,就要一條有香水的毛巾 還有,裝飯要半碗,不多得不少得 最後還要沖壺熱咖啡,我記得了 你說我真聰明,你說我真聰明 爹地,你今晚要吃什麼宵夜?我去廚房準備給你 你哪會做宵夜,叫廚房可以做 你還有什麼吩咐?我真的怕做得不好 到時你又說沒有家庭溫暖,不肯回來陪媽媽 爹地,我肚子餓了,如果你不反對 我叫翠湖陪我去吃飯 這麼晚了,快點去吃飯,明天餓死你 媽咪,你說不行的,一定要爹地同意才行 爹地 丹小爺,我怕了你了,你和你的好老婆去吃到夠了 遵明 翠湖,翠湖,我回來了 為什麼這麼早?我幫你拿 不用,不用 為什麼?一向都是我幫你拿公事包的 今時不和往日,我怎麼可以讓老婆做這麼多事? 為什麼你好像不一樣的樣子? 我電了髮 我以為你看不到 怎麼會看不到?你多了一磅肉,我都看得到 為什麼你突然電了這樣的髮? 要是你,你以前不喜歡我的髮型,我就電了它 你是不是喜歡長髮?像那個女人一樣 我想過了,如果長長髮,不是一兩天就可以長到的 所以我就電了它 翠湖,你不要管我以前說過什麼 我以前是亂說的 其實你以前的髮型很好,又貼服又自然 那現在我的樣子是不是很難看? 那又不是,現在也很好看 來 你拉我去哪裡?快點去吃點心吧 我不吃點心,我有話跟你說 有話今晚才說 媽媽和天鳳都在 今晚歸今晚,現在歸現在的 怎麼了? 怎麼了? 我有份禮物送給你 你看看喜歡不喜歡 這隻鑽石額?很漂亮 你還沒說喜歡不喜歡? 當然喜歡 但是我不喜歡你花那麼多錢 七萬元而已 我雖然不懂得珠寶 但是這隻鑽石額閃閃亮 我想怎麼都不只七萬元 本來自實要十七萬元 我用Gigi的鑽石戒指加多七萬元 那就換了這隻鑽石額回來 好啊,剛才你說誰的鑽石戒指 我抵打了 老婆大人,千萬不要見怪 喂,我送禮物給你 你不謝謝我的? 要我怎麼謝謝你? 親一口 整天都顧著親,不親 來吧,來吧 喂,日光伯伯 怎麼放影兒童不宜觀看的電影 真人真事 我們又沒有請你來看表演 你未得主人同意擅自進來新房 沒有禮貌 新房? 你們現在還算是新婚嗎? 只要夫妻恩愛,一輩子都是新婚 別這麼辱麻 大少爺 你什麼時候在Gigi那裡收回愛情送給翠湖的? 現在翠湖真是愛感動天 別管她 天龍,放開我吧 來吧,怎麼了? 天龍,你怕醜嗎? 你不用擔心 我都見慣了 以前哥哥和Gigi親熱 我見得多 天鳳 我不許你再提起她 怎麼了? 你怕妻子會哭臭嗎? 你們的男人真是花心 你再說了,信不信我打你? 天鳳,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現在你們夫妻一條心了 那沒人要我了 那你最好快點嫁給George 免得你在家裡胡說話了 而且你可以天天跟George親熱 你們現在夫妻恩愛就逼我出嫁 如果沒有我,你可以跟翠湖結婚嗎? 天鳳,你不要怪她 她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你不用幫著她 她一向目中無人 其實沒理由這麼幸運 她娶到你是趙家有福 我說,我哥應該娶Gigi 讓Gigi稀硬一下 你再說 你再提起她,我打你 天龍,你幹什麼 都快26歲了 還像個弟弟那樣 你做哥哥應該讓一下妹妹 是呀 怎麼可以經常跟她吵架呢? 打贏更加不應該 看到沒有 對不起 果然千言百信 翠湖,你真的有辦法 管得她能夠 翠湖根本沒有管我 你以為翠湖像你那麼刁蠻 管得George,連聲音都不敢 好,別吵了 差不多吃飯了 我出去看看 你們兩個先聊聊 不過不准吵架 這麼漂亮的盤 真的漂亮 是金的 怎麼放著這麼多瓶 這瓶是醬油 這瓶是麻油 胡椒粉 這瓶是辣醬 每樣都齊了 兩邊還有個金色的杯 玉兒,你什麼時候買的 不是我買的 我哪有這麼好眼光 翠湖,你今天去電髮 是不是你買的 是我送給老爺的 寶暖盒裡面 有兩條香水毛巾 寶暖茶中 裝著的是熱茶和咖啡 希望老爺會喜歡 翠湖,你真是本事 爸爸很喜歡 玉兒,你又笑什麼 沒有,我在想著 以前那些人 結婚之後才開始談戀愛 婚姻關係 反而維繫得長久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談幾年戀愛才結婚 有時還會很容易離婚 媽媽,你是不是說我哥和七胡 他們? 他們兩個是婚前婚後都戀愛 《悲歡離合》 幸福花第十二回 是由李安球編導 《沈海倫原著》 《五說真改編》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請在下次節目時間 繼續收聽第十三回的播出 읕 謝謝大家 下集團